来自中国和加拿大的数十名艺术家 参加了在C9画廊举办的写生作品展览及颁奖典礼 那么我们未来有可能做更多更有意义的这样的活动 我第一次来到加拿大多伦多 然后也特别感谢艺术家左近老师能够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 同样喜欢设计 我希望我以后能像左近老师那样 把他的能量和热情放到我的设计里面 这样的话才能让我的设计更加出彩 更进一步地体验到了这种艺术和生命之中的这种结果 我也想把C9的所有艺术家的作品都跟中国的一些市场相结起来 画廊经理菲菲代表C9画廊 欢迎中国艺术家们的到来 我希望C9过这个平台 可以给加拿大的主流当代艺术界 带来一些强大的视角 包括中国人的视角 夏琳莹领队Ocean Art艺术公司的CEO Sophie Lue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期待将来能够有更多的艺术家走进加拿大 了解加拿大的艺术 刚好今年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 因此我们这是一次对中加文化交流有着很有意义的活动 颁奖礼上 加拿大中华艺术协会主席周鸿为艺术家们颁发了最佳艺术创作奖和最佳艺术作品奖等奖项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增进两国艺术家的交流与沟通 最后 左近为本次夏里营制闭幕词 左近表示 在活动中可以感受到各主办方的全情付出和每位团员的全新投入